- 超狂的散步 Halo各位小模範玩门大家好 今天呢,要帶大家去體驗一個相當特別的行程 受到台灣特斯拉的邀請 然後我看這個行程,真是非常的特別 這個地方呢 他就是名字叫做花蓮梯田三民宿 获選就是Airbnb所推薦的這個全球十大房源 這次呢開著這台白色內裝2021年4的Model 3 去到這個地方 我們不是說只是把車開去這邊住宿 住一晚了也不是那麼的單純喔 其實像SR的車上都有一個所謂的入營模式 因為這台車是純內動車 我在這個怠速的狀況之下 它並不像說這種內藍金車要平行之群 持續運轉去產生這個排放 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這一台呢 它露營模式就是用這個純電動的這一種能源 然後在車上它的這個空調系統可以繼續的循環 而且前面的螢幕還會出現營火的這種畫面 好像真的住在帳篷裡面一樣那種感覺 所以說呢 待會我們去到這個梯田三民宿 用露營模式在車上睡衣玩的 非常特別的體驗 那我們待會在路上 然後再來為大家應一介紹囉 好 那我們現在呢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一趟旅行我們的夥伴就是這台 Tesla Model 3的Long Range版本 它除了是這個2021年新車型以外呢 同時也是搭載白色內裝的版本 如果說你是喜歡這種明亮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不要錯過這一次的 這個白色內裝的配置 當然呢現在這個車好像也有少許現貨 那各位也不要錯過了 那這一台呢它其實總共有分成三個等級 分別是這個入門Standard Range Plus的車型 接下來呢就是這個Long Range 就是這一台車 還有頂規的Performance版本 那這個Long Range版本呢 其實是三個等級裡面 續航力最長的 如果說你是喜歡 就是開車到處跑啊 到處旅行 那其實你選擇在Long Range版本 我覺得是相當適合的 而且像我們這一趟旅程 從台北啊這樣一路開到花蓮來 其實它的續航力是綽綽而無的 而且呢梳花蓋啊或是在這個花蓮市區 它也有設置了超級充電站或是一般的充電裝 好那我們就接著就是往那個花蓮的梯田山民宿去看看吧 好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在位於這個花蓮山上這個梯田山民宿 那我們剛才呢從山下上來的時候呢 會覺得說這一條小路這樣車子真的開上來 這裡面真的有建築物嗎 好那我們過了就是幾個彎道這樣子來到山上 真的有一種有暗花明又一村的這種感覺 那這個地方呢其實跟我過去 我們經常去歐洲去試駕去出差 看到那種就是在山上那種歐式小屋 那種木頭小屋的那種感覺真的很像 真的空氣相當好 而且到處充滿了這種綠意 而且聰明鳥叫 真的是那種會讓人家有這種遠離世俗 然後就是離開那個大城市喧囂的那種感覺 各位還是想說 我們為什麼把一台車就開在這個 那麼好的美景裡面呢 因為這一台是這種純電動車 它不會排放這種就是讓你覺得難聞的空氣 最近也很有感 因為我最近買了一台電動機車 然後有時候呢 騎在這個市區裡面 停紅綠燈的時候 就覺得說附近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車子的排放味道 真的不是很好聞 聞久了就覺得說好像對身體 就是會有影響 不過呢那都是題外話 我是覺得說來到這個地方 大家就是要盡情的享受這種 清新的空氣 當然你是都市人 我們有時候會想說 那我想看個影片啊 看個Netflix看個YouTube 在車上發動之中呢 因為它是純電動車 它也不會去排放讓你覺得難聞的氣體 甚至你可以睡在車上利用露營模式 還可以換得一夜的好眠 我想大家呢其實跟我一樣 有時候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譬如說長途駕車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臨時找不到旅館 或是你覺得這邊風景很棒 我想要停在這邊好長一段時間 然後所以說睡在車上 可是睡在車上呢 其實有分成舒適跟不舒適的 那我們現在講不舒適的情形 因為有些車子譬如說空間小 或是你說像房車這樣子 就是移植沒辦法說打平的情況 另外呢就是說 因為大部分都是這種 引擎內燃機的車輛 溫度太低或是太熱的情況 那我們必須要發動車輛 然後要開冷氣或開暖氣 可是這樣子長久這樣代數的話 其實對車輛本身不是很好 而且排放的廢氣 也對周遭的環境也是造成影響 不過呢我們今天呢 就是來到這邊特別示範就是說 例如利用Tesla Model 3 用這種純電動車的特性 既沒有引擎的運轉 我們也是可以在車內 很舒適的享受這個恆溫空調 甚至在這個後座打平 也可以這樣子鋪個床鋪 這樣子我帶著小朋友也可以 很舒服的在車上 然後看電影啊聽音樂 然後用全景偏窗看星空 這都是一件非常浪漫 非常舒適的事情 那大家如果你是Model 3的車主 也不要錯過囉 好的那我們這次呢 各位也就是看了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台2021年的這個 白色內裝的全新年式的Model 3 那它有一些進化呢 我們在文章裡面也會有詳細的提到 那各位也不要錯過囉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來看吧 好